日本第一波大约7800吨的福岛第一核电厂核污水 已经在9月排放完毕 由于第二波带排放的核污水穿浓度符合计划标准 东京电力公司在今天早上10点30分启动第二波排海作业 预计将持续到本月的23号 东电星期三表示 预定第二波要排放入海的核污水穿浓度 低于计划所定的每公升未满1500贝克标准 如果海的气象没有问题的话 第二波将在10月5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开始排放入海 预计将花17天的时间排放大约7800吨的核污水 东电10月3号使用大约1200吨海水 稀释存放在水槽内大约1吨的核污水 测量结果显示 每公升穿浓度大约在63贝克到87贝克之间 东电在排放期间每天都会采集海底管道中的核污水 确认每公升穿浓度低于1500贝克 也会采集排海口附近等处距离核电厂3公里以内的海水 进行穿浓度检测 农业级粮食安全部长拿督斯里·莫哈默沙布昨天强调 大马政府不会禁止日本农产品以及水产的进口 他说卫生部一直在监督食品安全课题 包括检查辐射 并确认日本进口水产安全使用 莫哈布表示虽然大马把日本的水产列为第四级 也就是最关注的级别 不过来自日本的任何鱼类都可以安全使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